死神主宰着人类的生死 但即使是神也有累的一天 如果死神突然想休息一下 该怎么办呢 今天为大家带来奇幻故事 一日死神 昏暗的房间里 阿泽掏出一把钥匙 突然他感觉身后有人在看着自己 不过这只是他的幻觉 他用钥匙打开一间房门 房间里绑着一个男人 原来这个男人是阿泽的父亲 阿泽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 父亲脾气暴力 从小对他是又打又骂 只有奶奶对他十分疼爱 看他可怜常常偷偷给他买吃的 但每次父亲发现后 换来的都是更厉害的毒打 日经月累的辱骂和鞭打 也让阿泽对父亲的痛恨日渐变身 最终他忍无可忍 拿起菜刀向父亲看了下去 但父亲去世后 父亲对他的影响会就此消失吗 游戏厅里阿泽正玩的激动 两个混混走过来推了阿泽一把 被打断游戏的阿泽满脸忧怨的 看了二人一眼 却没有察觉这二人是小偷 刚刚推他的那一下 顺走了他兜里的钱包 就在两个混混喜滋滋的 查看成果的时候 阿泽从背后捂住其中一个混混的嘴 紧接着用棒球棍猛击混混的脑袋 另一个小混混健壮立马逃走了 阿泽也不追赶 不慌不忙的把混混活活打死 然后捡起一旁掉落的钱包 原来里面夹着他和奶奶的合照 沙满人阿泽转身准备离去 这时巷子里出现了一个西装男 跟着西装男他发现了另一具尸体 再一看内尸体竟然不见了 刚刚还杀人不眨眼的阿泽 此刻突然有几分害怕起来 这时西装男拖着被阿泽打死的混混尸体来了 他埋怨阿泽 你搞什么 这么大包垃圾扔在路上不管 还会动呢 看阿泽不信 他将手伸进男人的胸膛 把他的心取了出来 果然男人的心还在跳动 看到这里 阿泽再也忍不住心中的诧异和迷惑 这个人到底是谁 西装男似乎看出他的疑惑 跟他说自己和他是同类 只不过阿泽是杀人狂 而他的工作呢 就是杀人 别误会 他可不是杀手之类的 而是掌管人类生死的死神 阿泽自然不相信他的话 为了证实自己的身份 死神拿着一个机器操到他的跟前 铃声响起 界面上出现了刚才那个混混的死亡信息 显示混混今晚会被乱棍打死 但死神呢 可以改变死亡方式 改成怎么死好呢 就换成被空调砸死好了 死神很快改好信息 按下按钮 一个空调外机从楼上轰然掉下 正好砸在了混混的脑袋上 到这里阿泽终于相信西装男就是死神 死神说 既然你这么喜欢杀人 不如你替我做一天死神 让我休息一下 随后将自己的机器塞给他 每当机器响的时候 出现在界面上的那个人就必须死 不过怎么死可以由阿泽来决定 说完死神消失在了夜色中 第二天阿泽从梦中惊醒 难道说昨晚的一切都是做梦 但他手里确实多出来一部手机 这时死亡手机传来一声零响 上面出现了一个男人的死亡信息 一个精神病人将会在23分钟后 心脏病发而亡 阿泽赶紧去到了精神病将会死亡的地点 看着手中的机器 他好奇地想 这玩意儿真的有用吗 于是将男人的死因改成了被车拖行致死 很快如他所愿 男人被卷进了车底 拖行了数十米后 死状惨烈 看着蔓延的鲜血 阿泽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他真的变成了可以掌管他人生死的神 而他不知道的是此刻死神 正在接对面 暗中观察着他 接下来阿泽开始随意使用死神的权利 会在地下通道死亡的大叔 被他设定为被抢劫犯捅死 将死的孕妇被他设定为产前抑郁症跳楼 一个小卖部的老板 本该心脏病发而亡 却被阿泽莫名其妙地淹死在鱼缸里 看着一幕幕死亡在眼前上演 阿泽觉得还不满足 他肆意地玩弄着生命 觉得自己就是主宰一切的神 吃完午饭的时候 身后的一群混混正在讨论着自己哥们的死亡 听起来 他们正是昨晚那个混混的朋友 如今正在寻找阿泽 为自己的兄弟报仇 阿泽虽然已经拥有了死神的机器 但他并不能决定别人什么时候死 于是不动声色地离开了 但他不知道那群混混中 有人认出了他 正准备回家的路上 阿泽收到机器传来的提示 可打开一看 他却惊呆了 这一次的死者竟然是他的奶奶 奶奶将会心脏病发而亡 他得赶紧回去救奶奶才行 就在他交集的时候 突然被一个笼子罩住脑袋 接着一群人对他乱棍殴打起来 与此同时 机器里传来奶奶那边的情况 原来是那群混混找到了阿泽家的住址 他们逼问奶奶 阿泽在哪里 吃傻的奶奶连话都说不利索 于是遭到了非人的折磨 看着屏幕里受罪的奶奶 阿泽拼尽全力逃脱 等他回到家的时候 奶奶已经奄奄一息 阿泽难过的抱着奶奶痛哭 这时死神出现了 死神问他是不是有事还没做呢 今天还没过去 他现在依旧是死神 提示他该送奶奶上路了 阿泽跪在地上向死神求情 希望死神能够放过他奶奶一马 死神反问他 亲人去世的感觉很难受吧 你杀到的那些人也都有亲人 现在你还能让奶奶舒服的离开 听完死神的话 阿泽绝望了 不过死神的话也有道理 最终他选择忍痛按下了按钮 让奶奶毫无痛苦的离开了人世 阿泽也终于明白自己犯下的那些罪孽 于是决定去自首 而死神在他的死音上写下 愧疚自首四个字 本片来自港剧《奇幻朝》 演员也启用了黄宗泽 钱珈乐这样级别的搭配 出色的演绎让阿泽和死神 这两个角色更加丰满 阿泽因为从小忍受孤独和打骂 最终心理变态成为杀人狂 而又因为奶奶的关心 拥有内心柔软的一面 享受杀人的同时 他也在面对亲人的死亡时 难过不已 而对于阿泽这样的杀人魔 让他亲眼目睹亲人的逝世 恐怕也是最沉重的打击 而死神真的没有决定一个人 何时生死的权利吗 或许一开始 就是死神想给阿泽一个教训吧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喜欢就关注点赞转发留言 咱们下期见